我希望把這一題結合線上沖洗 那沖洗的話呢 好像最便宜是4乘6 這個規格好像是最一般 其他好像比較老牌的 之前好像銀劍這一家 我印象中他已經 很久的一家 線上沖洗的老牌公司 然後他的沖洗的價錢大概就這樣 不過你會發現證件他就是 要比較貴 奇怪 其他的話像4乘6 4塊錢 3乘5最便宜3.5 然後解析度的話他這邊有要求 最低一定要700乘上1050 因為太低的話他洗出來 會有那個馬賽克的狀況 然後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 給各位一個題目 如果說我今天要沖洗的就剛好是 4乘6 4乘6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應該要 把那個解析度設定為多少 那跟各位講 所謂的4乘6的話應該是指的是他的什麼 他的高應該是4 然後寬的話應該是6 又類似像這樣 4乘6 他問題來了 那我應該給的解析度 尺寸應該是多少 特別注意喔 一般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沖洗照片的話 建議 1英寸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單位叫DPI DPI這個單位的話 最少要300個DPI 那300DPI指的是什麼 D的話是DOT DOT P的話是PER I的話是inch 意思就是說 每1英寸 裡面要有多少個點 其實是像素的意思 那最少一般的單位 如果你要沖洗照片的話 最少 建議是300以上 越多越好 那如果你假設你今天是列印文件的話 大概就一半 150大概就夠了 所以如果以這個概念 跟這個箱 銜接的話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就是每1英寸 所以4的話指的是4英寸 6的話指的是6英寸 所以你就把這個單位 1英寸再乘以多少 乘以300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要 你自己要做一張那個什麼 可愛動物的大頭貼好了 類似模仿我們今天的這個練習 那第一個的話 假設你真的要拿去沖洗 你就建一個 新增一個土檔 土檔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多少 1000 1200 這個是高 先寬 1800 乘上1200 的一張 土檔 所以我們假設按照這樣的規則 我希望把它變成可愛動物 全部放在上面的話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就先開一個新的土檔 然後這個土檔的話呢 也許就是 PSA V104 變化 變化 變化體 OK 假設這樣 然後呢 它的尺寸的部分的話 尺寸的部分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1800 乘上1200 那剛好就符合剛剛4乘6的要求 那其他的話 色彩模式 建議直接改成32位元 因為8位元的話 等於是 2的8次方顏色 2的8次方的話呢 只有 256種顏色 所以如果你用8位元 拿去沖洗的話 奇怪為什麼 看起來顏色變少很多 原因就是因為你選錯位元 所以 直接就選到32位元算了 OK 其他不動 所以 如果假設要做一個什麼 叫什麼 光譜貓 OK 變化體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因為我要結合 線上沖洗 所以我把這個像素部分的話 改成符合4乘6的規則 OK 所以1800 12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你底下可以看到它的尺寸 所以這個尺寸部分的話 底下的部分 顯示的話呢 就顯示它的尺寸 有沒有 1800 1000個 這個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在把什麼 把這隻貓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了貓 把它存起來 不過它的尺寸 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 把它放進來 會比較恰當 有沒有 所以一定要整除 所以應該多少 我們就不是大頭罩 我們就不是大頭罩 所以我們大概就把它變成比較簡單的 就是大概是 把它改成 大概就是框起來 這個部分大概就300乘300算了 有沒有 可是它應該看一下它的尺寸 所以你這邊一樣顯示一下尺寸 你說老師它的尺寸好像 不是 它這個高的話呢 大概590 算600 596 寬的話呢 就是 1060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把它縮小的話 那其實 先可以 可以把 我們不要的部分先把它 把它去掉了 所以你這邊有個採檢工具 把不要的先採掉 這個地方 盡可能的 它採接近是 正方形 有沒有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之後的話 把它再打勾之後拆掉 然後再把它稍微變形一下 可是它尺寸不對喔 你就把它盡可能把它調整成剛剛好 它是正方形 然後呢 再把它利用什麼 影像裡面不是有一個 影像尺寸 把它縮小成 剛好300乘300 再 定義成圖要填過去 這樣的話就有一個 貓的效果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 先新增 所以我這邊是新增一個 新的一個檔案 它的尺寸的話記得是1800 乘1200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是我看一下它的寬跟高不一樣 所以就 取它的那個高 596 你可以用採檢工具這個地方 可以輸入58196 乘596 然後接下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讓你選取你要採檢的範圍 拖拉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剛剛好一樣的 寬跟高 OK有沒有 然後你再按打勾 看一下下面的尺寸是不是596 對 它就變一個正方形 OK 所以你就兩個尺寸一樣 然後框起來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它不是300乘300 或者是 可以整除的那個尺寸的話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你就可以影像 影像尺寸 把它改成300乘300 按確定就好了 那不就一張 300乘300的尺寸 那再來的話就可以 把它做定義 給定義那個圖樣 然後把這張圖 把它定義好之後 再來的話呢 就直接把剛剛那張圖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好像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底下其實我發現它這邊有一個橡片 一樣有一個橫向的那個 橡片橫向的 4乘6 那它的解析度一樣是 300 OK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預設的 它裡面好像有一個橡片 預設裡面有橡片 不過出來的結果好像 尺寸是一樣 也是1800 乘1200 300dpi 所以其實 跟你自己輸入是一樣的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然後你就直接 編輯 填滿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張圖 直接把它填滿進來 這樣的話呢 把圖樣的部分 按確定 它就填進來 再來的話你就打一個字貓 不過你會發現 打一個貓在這邊打一個貓 它字大小大概標開題好了 48 顏色的話看你要不要改 這個其實你可以自己再改 顏色都沒關係 然後打一個貓 不過啦 這會講 就要打勾嘛 那你說老師那我這邊Ctrl T Ctrl T之後的話 把它選起來 這個Ctrl T Ctrl T 那你會發現 它如果把它寬高筆鎖起來 那如果把它放大應該 10倍的話 它太大了 記得把它改成5倍好了 500x500 OK 好 那你會發現 打勾之後呢 你說老師這個字好像 它為什麼沒有 變鋸齒狀 那跟各位講 預設的字 放大縮小 都不會變鋸齒狀 因為它是 一個所謂的向量圖 向量圖就自動會縮放 它就不會鋸齒狀 所以你如果假設要讓它有鋸齒狀 一定要把它 轉換成 點證圖 所以Ctrl T 那怎麼改成點證圖 我看一下 這個面板先把它關一下 這個可以 這個面板的話 這個面板可以把它縮起來 OK 這邊這個 面板在這裡 那如果要把它變成 會有鋸齒狀的話 你變成說要多做一件事 它預設的字 是所謂的向量 向量的話就大小 放大縮小不會變鋸齒 那鋸齒狀 會變成那個 點狀的話 一定是 所謂的點證 因為它是固定的點 項量是隨時動態分配 不會有鋸齒狀 那你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 這個貓這個字按右鍵 裡面的話你會找到一個功能 叫做點證畫文字 把它點下去 OK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貓的這個字 應該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 這個 點證圖 所以你這個就Ctrl T 然後呢 你就再把它 字稍微再放大一下 鎖一下 應該我記得 這樣點證好像就可以放 1000好像太多了 把它改成500算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貓的這個字 它就會變成有鋸齒狀 的效果 但是你打勾它好像 我是不是那個 剛剛的設定跑掉 剛剛這邊有一個 一般 保留硬邊 OK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有把按右鍵 改成 就是 有那個 點證畫文字的話 那字就會比較有那個 就是 硬邊的效果出現 所以這個最後的話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試一下 那最後 再加上那個 這個什麼 漸層 漸層不見到零形 你說老師我比較想要試一下 放射 這個可以直接調其他顏色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一樣 類似像我們之前做的方法 把它放開 然後再把它改成 這個什麼 當然不一定是顏色 你也可以改成什麼 明度啦 有沒有 或者是說其他的 這個 效果 好像這個 看起來好像 就有另外的效果出現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很好